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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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陆一勾唇一笑 你说是不是啊 陆少 陆一看着眼前的姑娘 风情半露 带了一丝少女的娇憨 不经意见又带了私女人的风情 十分的撩人 今夏为晚上的晚宴 特地去收拾一番 不同于初见时的妖娆 这个妆容十分适合她的气质 看得陆一不开眼睛 干脆地将人搂进怀里 层服见此情形 眼急手快地将挡板放下 不过陆一不是不知分寸的人 她将人搂进怀里 贴在今夏耳边说道 没有什么第一个 最后一个 只有你一个 一直只会有你一个 今夏脸色有些红 谁说直男不会撩妹的 陆一看着怀里的姑娘眼含春水 灿弱寒心 心中一动 俯身在她嘴角吻了吻 还细心地没有碰到她擦好的口红 只是这满腔热气也没有抒发 陆一眼眸一转 看着放下的挡板 不知在想什么 陆一的别墅 离帝都最大的商业街不远 却闹钟取静 前后都带着大花园 车子停稳 陆一护着今夏下车 牵着她的手穿过一片小花园 这里原本只有两个 打理花木的陆家人 和一个主犯阿姨 平日里 他们都住在别墅后边的宿舍 也是属于陆家的产业 这间别墅 本来是作为陆家在帝都的大本营 只是陆亭念旧 不愿意挪动 现在就给陆一住了 今夏跟在陆一身后转了转 我们两个人住是不是太空了 陆一转身将人圈进怀里 用下巴蹭了蹭她的头顶 略带调侃地说道 以后你多生几个孩子 就不空了 你当我是猪啊 今夏撅着嘴 撑道 这人真是的 自从受伤之后就放飞自我 不受拘束了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行李放到了房间 正好今夏的礼服也送了过来 今夏同进来的陈福兄弟 两个打了声招呼 便上楼送礼服 晚上的定亲宴 他们两个也要去参加 索性就不走了 一起去 趁着今夏上楼换衣服的时间 陆一对着陈福勾了勾手指 陈福往陆一身边凑了凑 老大 什么事 你在车上放下挡板 手速挺快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让陈福不知所以然 心说 还不是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陆一看了一眼陈福 便知道他在想什么 哼了一声 似笑非笑地看着陈福 问道 你是觉得我会那么急色 这我可没说 是您自己说的 陈福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 面上不显 一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表情 陈一眯了眯眼睛 也不跟陈福辩驳 只说了一句话 陈家在安保局 没人也不成样子 你就替我去吧 我看好你 不是 老大 我是你的人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呀 陈福脸一下子垮下来 袁小姐折腾人那个劲 她落到她手里 还有个好吗 让你去安保局怎么了 你现在是我父亲收的义子 谁也不敢慢待你 可是老大 我还要保护你 有层受在就成了 你去安保局好好工作 比在陆市更有机会 可是安保局有袁小姐就够了 我去万一 她以为我是去监视她的 影响你们两个的感情 今夏不会那么小心眼 前几天 她还提起安保局缺人手 就缺像你这样伸手好 背景明了的人 安保局注重能力 更注重背景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 陈福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 一想到 她落到了今夏的手里 想起前些天在病房中 今夏故意报复自己 陈福打了个寒战 前途堪忧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